Hello, 大家好, 又到麗大三 今天有新仔 沒錯啦 我是新的 如果有新仔在場, 通常信眾要求 我應該穿得行些 貓已經在繞釀了 已經搞了牠一輪 立即分享一下 我們要找野火油蜜上來 很野火 一講決戰中環, 又講選戰問題 我們今集就是講選舉 這集簡單一點就是開拖 我單方面一定會開一些很無謂很蠢的人 開話題不算開拖 開拖就炸他網站那些人 他被人開拖 我們三個都不是吃得少拖 是嗎?我不管 你和你同姓那位的恩怨 閉嘴吧 你不是用問 那個? 那個? 誰很厲害 那個沒有聲音 打個爛陣線 7月7月過了 總之呢 梁振英生日的月份已經過了 大家 還是這個選戰熱烈進行中 還有幾天到位 我們剛剛那一集 我和阿楊做 講這個東西語言 其實如果是 Baba Vanga 那個盲婆 我們什麼都不用選 因為2018年 中國就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的經濟強國 美國已經收了皮 然後歐洲沒有了 我總是覺得生我亂 會這麼嚴重 我覺得我不做人 不過這一集當然我們會當沒有發生過 這個農婆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就開始 就講選舉了 因為Life must go on 沒錯 就不是講開拖了 那選舉了 但容總好像被人炸在網站 容總 多了 以你底說你金主 我就是想問 多了 金主有 新仔我當然要先拖一下 金主有 你自己呢 我不明白 你背後怎麼會不是中資 你怎麼會是唯一一個網媒 是唯一一個網媒 是唯一一個賺錢 為什麼你會賺錢 因為我少成本 各位記住 富人是沒有稿費的 沒有稿費 小船沒有給你嗎 小船沒有給他 沒有稿費 從來沒有穩定給他任何人稿費 他那張支票 假裝賺錢 銀碼是比那張自己價錢小 我們經常笑 有什麼不賺錢 現在不用再隱瞞了 他開了股東名 姓梁那個人的時薪是比他開票的總價值 哈哈哈哈 我們去吃飯 簽 簽的時候很遠 有人簽幾十個名 上次他說 生仔沒錢賣鳥片 就是那一幕 哈哈哈哈 抱著容總 真的很孤寒 不止小器 價值孤寒 而且我老闆有辦法 而且我沒有做辦公室 當然是不用辦公室 因為是機器 所以看著你拍攝 不知你上網 如果我小肯定價值 我就會容易走炸 笑歸笑 說一下新常態底下的傳媒生態 以前都說過幾次 大家各自自力更生的時候 認清形勢 如果真的很喜歡容總感 辦公室就是他的電腦 是這麼多 你想炸都不知道炸到什麼家伙 那兩個伙伙 其實是炸到的 但我們全世界都有不同的位置做辦公室 六個小時後 我就會建立一個新伙伙 基本上科技是容許你這樣做的 是cloud sharing 你炸什麼鬼 打油擊戰 你是不是中資 什麼中資 你是不是中資 你是不是紅色背景 沒有 我的標誌是紅色的 紅色底褲有份 沒有 他的標誌是紅色的 他的背景是紅色的 那你否認自己是中資 否認 他沒有中資 普遇來風未必無因 為什麼會說你的 不知道 有人找到其中一個 所謂的股東 都有人找到 黃達開了一些交友網站 找一些大陸女生來認識香港男生 不是他老婆想認識男生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舉個例子 不是說什麼 反賣人口是愛國的 不是說你講事實 我們都是這樣聽 說什麼都可以 香港還有言論自由 有急用的自由 常常說網民 不要說他的兒子 你明白嗎 不要說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不是黃楊淡嗎 好像是 就是 這些謠言 我覺得沒有什麼解釋 問題是最近 是否關於選情的事 所以你身上的爆發 我相信是 你得罪是誰 嚴格來說 他們的指控就是 我大壞 梁天琦和王楊 大壞 他們會這樣說 你又沒有分埋懷疑我 我身體上可 不需要服飾 大家女生聽到沒有 這件事 沒有 沒有 鮮辱你 我不領下他們 你們就懂得做 沒有 鮮辱你 立刻很害怕 當然 說你得罪某個集團 說你教壞 不用某個 得罪業普成 OK 得罪什麼 說你教壞梁天琦 那類的 沒有理由可以做到 他報章很壞 爺眼中壞 發瘋 他比我壞 我都做不到 極其量 極其量之中 說你教好他 可能是 另一個更嚴重的指控 你教好他 可能他們覺得 他們是 他們在鼓掌之中 受他們作困 不是 他本身是在雙王的鼓掌之中 以為是 他們以為是 我初時都這樣想 我就覺得我摸了肩膀 摸了 摸了 打算 又是一靈童 然後 又是那一邊 我以為又是那一邊 但其實是 但是六勢靈童 後來 看到現在 發覺 這個人好像掉了 滑了出去 捉不住的時候 他在喪屌 你知道雙王那套 其實二月二十九號已經有端危了 他一補選完之後 他那個 葉普成宣布自己搞五區公投 其實是沒有梁天琦份的 但是也太多的陣容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他們 急不及待地想收割那個成果 而賣掉梁天琦 所以經常說 誰背叛誰 其實是 如果真的要說背叛或者反骨 他一補選完 看到一個細好 就立即 這樣玩政治 比較瘋狂 比較瘋狂 口瘋狂 口瘋狂狂 即食尚比較霸道 食尚比較霸道 食尚難題 大家都說政治難題 即食就食 老實說 即食 即食 其實如果有跟開的 都知道雙王的做法是怎樣 這個 是一個慣常 故有永有的 不覺得奇怪 網民就常態 我也領教幾次 但是那個市場是起什麼空 這些選民起什麼空 其實我覺得不要看得這麼大 其實只是那一群忠實的支持者 深成員 或者是一群花生友 算好的 我覺得是有這些人 我覺得是有這些人 有這些人 不能說他是假人 即是忠實死粉 每個光譜都有 深藍的還要命 所以變成那一句 好像李宏童的感覺一樣 如果是見慣 就不覺得什麼特別的一件事 只不過是如果是不見慣 居然會覺得奇怪 我們覺得這些人很奇怪 所以我們都處之太嚴 例如我和梁先生 張先生 你就起了 放在那裡 但是 炸你又有什麼得著 對不起 我想問問大家 81912047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喪見到那些留言 他可能叫我們打上神區 不用理他 那些人是這樣的 這就是那些 無敵神區 就是起我底的那個 所謂那些益友 就是這班人 他剛才所說是真人 就是忠實人 所以我昨天都跟你們說 我上來做節目 他們會炸個留言 那81911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 只是電話來的 2047我們知道什麼事 永續基本法 不錯 改得挺好 2047的 好 原來這一堆就是熱補成的粉 對 是熱粉 好 那你就繼續炸 也好 這個力量會高了 你今集應該會 算好的 以前 容總的做法就是 阿波 你 你現在在做節目 難道一邊做一邊按嗎 不過我們一邊沒有所謂 沒有來者不拒 首先我要說熱狗攪你節目 我明白 熱狗不是第一次攪我 熱狗就有這個 那時候 沒有什麼人不攪 老實說 沒有什麼人不攪 而且有光環的會攪 其實老老實說 我要說回 我在我自己的地頭 為什麼我說我今集開拖 原因是在這裡 你不開他拖 我不是開他拖 我開熱狗拖 我是開一些很蠢的人拖 喔 一向你很討厭蠢人 大哥 我在我自己的地盤 我支持我喜歡的候選人 我做了功課 我覺得這個候選人的政綱很梳立 他這麼多年以來 地區工作做得很好 很仔細很紮實 他不是那些沒有鏡頭 那會蒲頭那些 他是很細緻 例如你海洋生態有關他事 環保工作 島嶺頭 甚至動物權益 如是等等 走走走走 馬路發覺 為什麼行人路不見了 又關他事 而那些是你們一向都看不到的 但是呢 我就將他的政綱截錄了 連在他在2014年 即是那時候 雨傘運動期間 他在國慶酒會 當然也有中聯辦的人在 他不單止 戴上一個黃絲帶 還在場內 與其是亨杯 他就開傘 開把黃姐 一個傻鬼佬 司馬文 很大把黃色姐 很大把黃色姐 搶了鏡子 然後我就被不同的人留言 就說 為什麼我可以支持他 那是什麼人 問你為什麼支持他 是啊 我讀少少給大家聽 很無聊 有理由 他就說 司馬文做過什麼抗爭行動 拿一把散就投 為什麼不是投羅冠聰 阿姐 其實你就是投羅冠聰 你明白嗎 我沒有說不給你 但你沒有理由來我家 跟我說我不可以吃雞腿 這個是我的項目 我喜歡說 我在伊斯蘭國 看見你吃豬肉斬你那隻 一樣 沒有死 那等於為什麼 伊斯蘭教的國家 你不可以去泳灘穿泳衣 穿筆肌 你試試無上妝 這個我家我喜歡無上妝 我出去拿炮 那是春事 你看到就當你撿到 對不對 但是我喜歡這樣 然後就說 那些人就在留言 這些大中華心態 自古以來就是我的 你的也就是我的 第一 叫人選一個毫無勝算的人 是浪費選票 客觀地是為建制派助選 阿姐 第一 我上一集 我試水溫的 我特意說 如果明知道那個泛雲能進入 我們就不要投他 我們集中票員幫那些 不知道能否通過那些 你明白嗎 那個叫做什麼 Woodie Allen那部戲 叫做 什麼point 講網球那部 match point yes match point 網球 撞到那個欄 他可以跌一遍 或者跌一遍 那這個就彩數 我們上一集 我就試水溫 就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就是幫那些 現在可能會跌下去 這一邊 輸了那些泛雲呢 那些人就說 不再含淚投票 含什麼 這樣 那行了 有你這句 我就立即出了 我支持司馬民 是不是 怎樣叫毫無勝算 如果 如果 不需要給理由 你拆誰 還有一些自我實現的預言 每個人都說他不行 每個人都說他不行 我喜歡洋腸 一來 第二 如果我沒有記錯 泛民一向都有統計數字 什麼六四比 但沒有人投泛民 結果為什麼泛民都經常輸 很過癮 幾十年代都是這樣 某些明星 吸票特別強 好像上屆 一模一樣 吸爆 吸突 很過癮 所以為什麼 戴耀廷都說了雷動契華棋的概念 就是 麻煩你學一下別人的配票 配票 配得好 照計你都不應該輸得這樣 應該都是拿個 起碼叫做過半 我不說三分二 問題就是 沒有人理會 OK 反正你拆他 大台沒有相關 你說他很糟 沒所謂 不過是這樣 如果你依然不改 投票習慣的話 依然是吸票吸過龍 就像雷王說的 你那些窄解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敢說是否叫做浪費票 但的確就是 你不配票 你不配票的後果 不是就是有些人拘捕 例如楊岳翔 他這麼高的支持度 但都沒有想過 去支持 例如當作萬必 他們經常說 很痛心 一個這麼勤力的語言選不回來 等等等等 但其實你們自己有 都不會說過票給萬必 其實他們一向都是這樣 沒什麼怪人說 看死你了 不論阿爺是否製造鬼 拖你後腳才算 是不是你都是這樣 就算沒有鬼 你也是這樣 你看看雨傘前 難道泛民又很好景嗎 你總不能說 因為這次有人拖你後腳 或者戒你票 所以你特別PK了 我不覺得特別PK多了 其實已經是 照常地PK 只不過是 全部加起來才不值 快樂隊 他協調不到 你管我是什麼事 他們不是沒有合作的 我剛剛開了一個Banner 當然大家這裡看不到 但這個Banner 跟港島無關 不 有關 劉交 對不起 不是特意看不到 眼快看不到 中間有曼必和長毛 吳文遠 快必 陳偉業 黃浩銘 袁寧明 劉家鴻 他們是有合作的 這一站就是阿爺最討厭的 但曼必和長毛是互介的 他不是同一張名單 其實很簡單 如果只有一個人進去 就是攬炒 攬炒 其他人全部一獲死 我分享了一個 香港01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周詠勤 被人兇了之後 就不再出文調 整家都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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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出了一周刊 我又沒有時間看 但是 之前如果是 根據最新的那一份 在周詠勤還沒喊 之前 講到葉劉取良籍 他自己之餘 還會把大套進去 然後泛民 只是僅僅陳淑莊入局 那許智峰 和何秀蘭都入不了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問我 如果你只是陳淑莊入去 其實他跟大閘蟹沒有分別 他不是被人綁著嗎 你被整個建制圍著 你做了些什麼呢 你連喊都沒有Echo 那怎麼辦 你現在還不是配票嗎 我上一集說了配票給你們 那我就說 好吧 我說是剛才馬文 為什麼我剛才馬文 我有理由的 我看了他的政綱 還有我看了他這麼多年來 不像葉劉 我有一個朋友 去找葉劉 因為他是學校的事情 去到葉劉 第一句就問他 你是不是在港都區的 中西區的 你是不是選民 第一句 是真的第一句 不是做了所有的 你是選民 那你下次記得餓了 知道嗎 不是這樣 即是不是選民 就不幫你了 叫助手搞 然後助手沒有空搞 然後不料了知 沒有一件事 這樣吧 如果一個人 他的政綱 我看了是OK的 其實有什麼問題 那個人就挑戰 毫無聲酸 人家浪費票 那你根本就是幫建制派助選 這樣 然後正剛說到 天花龍鳳 給皇帝你做都行 你是看人做什麼 而不是說什麼 那他有什麼好建議 在他心目中 有什麼好選擇 他不會建議的 是 你明白嗎 他其實真的是柴台 第三就是 司馬文 一個離地外國人 他能夠了解 普羅大眾面對的問題嗎 我很質疑 這樣 OK 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第一就是 香港非華裔的登記選民 就是鬼 就有接近萬七 萬六萬七 其實你加多一萬個華人的投票 他就已經出線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可能 即香港也有萬七 是啊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可能 其實不是 我又覺得 對不對 還有如果我不是看他政綱 而且看他這麼多年來做過什麼 我就叫你投 那我當然是混蛋了 你分分鐘懷疑我收了錢 但是我現在是看過了 那我就被人串了 有人就說 他比投給141 那我真的 我真的 同意的 我真的不知道誰是141 我真的不知道 你剛才讀完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一個時政評論 人竟然不知道141是誰 就知道他無知有知 不選141 還有羅冠聰何秀蘭 叫人去選那些無勝算的 你實際效果就是幫助 為什麼他覺得141會告票 那個司馬民 他一個又是什麼的政治分析 他都說了141 我真的奧了 所以真的不要理他 第一我不是時政評論人 我不是 我真的發瘋 你不要誤會 他煮飯 我煮飯 我正就是煮飯 如果我煮飯 你問我 我不會 你可以挑戰 但我是一個廚師 廚師 或者什麼都好 但我真的不是一個時政評論人 首先不會有任何的節目 什麼左耀紅藍錄 什麼 NOW TV 那個什麼 時事傳方位 那些 是不會找我上去的 我是沒有地位的 我是發瘋的 所以我不是時政評論人 第二 就是 我只會在投票之前 做了功課看候選人過去做的事 研究他的政綱 而我不會關心花邊新聞 花名和花生 所以我真的很無知 不是 各位觀眾 記住留意 這個是鬼妹 她們不斷做事 我真的看 我真的認真 逐點逐點論 這個很正常 你會發覺 是一個很不正常的世界 做的很正常的事 人家做的 好過死不正常 不簡單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你選候選人 你不是選他寫什麼 你不是看他過去做的 如果你說我只看政綱 對 她說到天馬龍鳳 她說到自己多厲害 都可以 但是 你看看他過去做的事 這個人過去真實 你問薄富林區的人 如何評價他 我真的有做過的 我舉幾個項目 我說幾個項目 很快 他說 減少依賴中國 資源自給自足 收回單程證審閉權 你反不反對 你反不反對 好了 改善食環處街市管理模式 為領展引入競爭 調整物價 回購部分領展商場的街市 反不反對 有沒有意見 好了 守護郊野公園 容許以強積金的儲蓄 作首次置業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很好 挺好 挺好 好合理 好合理 放了一堆錢 在強積金 要等我六十多歲才可以拿 我為什麼不拿來買樓 新加坡也是這樣做的 不是拿來買樓 新加坡的做法 就是讓你抵押買樓 即是說 你不需要擔心銀行 說你沒有首期 其實新加坡的做法 就更激進 你知道有戶口就行了 因為預算 你一定會儲錢出來 退休 所以你可以預支未來的強積金 然後用那個戶口抵押 來做首期買樓 這些就是很政府 首先不會怕你 買一層樓之後 就不做事 然後就探納手把 問政府 香港政府 似乎是怎樣 接著這個關係 就是確立網絡傳媒的地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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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政府 牽頭 給予傳統媒體 和網絡媒體 同等地位 同等的採訪待遇 有些人說 不能進入立法會採訪 因為不能進入記者證 通常我們是不同人搶新聞的 我不會硬碰 有些有記者證的都不採訪 對 都是這樣 不如租他們的牌子 很有趣的 例如金管局 我們電郵給他們 他們會回應我們 是這麼有趣的 一個知道你唯一一個賺錢的網媒 不敢得罪你們 講這些 因為價值低 很壞 繼續說 輕建海水化散廠 長遠食水資源自給自足 然後規管農地用途的轉換 大家明白了 馬寶寶事件 你看看那件事 司馬文是有道道的 當然不在大量的鏡頭 閃光燈之下 無線不會看到他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環保團體 真的關乎本土利益的事件上 是看到他的足跡的 確保農民有地可耕 復耕新界農地 還有就是 他身為港島的候選人 關乎新界農地 其實是很有事的 其實巴南乎都是 以前的英國人都說 你出來是代表 你出來是立法會 你代表全香港 其實是 兩樣東西 還有 看到港鐵的可加可減機制 每天都糟糕 令到行政會保留 加價最終審批權 這個很重要 不是他自己說他加不加 而是行政會是應該要審批 你想加加多少 我給不給你加 你連年賺錢 為什麼我還要給你加呢 還有你的地產項目的收支 你又不算在裡面 那為什麼你可以不算在裡面呢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很堅定 當然還有兩電啊 社區醫療那些 剛才我說的 跟范國威當年在立法會提出 這個港人優先 是不是 一樣 我意思是一樣 但是其餘的人去哪裡 范國威那件事 幾個人投票 四個人就好像 如果沒有記錯 黃一個人當然不在場 沒有記錯 是啊 然後我記得 好像毛依依有份頭 然後就已經很少人 很多人不到 不管 其實你選擇候選人 你選什麼 你選擇帥仔 你選擇小鮮肉 你選擇什麼 你選擇 你選擇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人 政治光譜這麼闊 你不是 我一定要抓捕 才是一個抗爭手段 我不抓捕 我點人數 可以嗎 我不點人數 我在外面探查 我不能進來 可以嗎 或者是他只是跟你辯論 你已經淹底了 有些人說 有翻譯的 我才知道有翻譯 但是立法會有翻譯 但是你知不知道建制沒有什麼 沒有精力 沒有氣力 是不是 如果又要翻譯 然後又要講 又要再搞 我知道即時傳譯 但是問題是 建制那幫傢伙都睡覺了 那就選擇一些 真的以正的人進去立法會 有人拉布的拉布 有人扔招的扔招 扔水杯的扔水杯 以正的以正 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層面其實是很闊的 那你說我不是要罵 我罵完了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所以就說 不正常的世界 不正常的事情 對 都不正常 對 大家如果看回議會生態不正常 或者不健康做什麼 如果看外國的玩法 議會投票是最後一步 你未到表決之前 外面已經談判了 他有一個政治程序在進行 因為整個所謂的 很長的 不只是去到最後 投票那一刻 贊成與不贊成 所以大家看看 上次立法會的 嚴重程度 去到什麼 就是去到最後 有人出來翻桌 大家才愚夢初醒 到底反了什麼桌 真是挺過癮的 所以就說 那些議員 反而會有興趣 選他進去 那些司馬民做足功課 外面都做了事情 反而不選他 那些議會如何能應付 所以其實議會癱瘓 或議會殘廢 就不只是 在於最後 是否進去拉布那一刻 而是之前那些討價還價 那個談判 那個拉票那一刻 你先做好沒有 如果根本處理不到那件事 結果就是 那些議員 那些議員 永遠都可以很機械性 來投票的 他不用聽你說話 已經有實體牌 你游說去不到 做不到任何事情 那問題是 是否完全做不到 又未必的 那你如果在外面 真的有一個 動員能力的 或者影響力的 那你便發揮一下 那些政治能量出來 其實這樣才是健康的議會生態 你看看英國議會 人家真是論證 人家真是議證 香港你看看那些辯論 我真是想把事情打破瘟 知道嗎 我上次說了 是呀 但我看得到 基本上的玩法 就是制止人說話 是呀 搶生病 你想一下 袁黎明說葉太皮草那件事 你知道葉太怎麼說 他穿皮草 然後人們就說他不愛護動物 他說這些動物是用來被人做皮草用的 自養貨 將來湯尼是被人穿的 袁黎明就是在辯論的時候 就說你這樣很殘忍 他就說你不要吃牛肉 你不要吃皮蟹 你肯定是皮蟹來的 葉太就是這樣 但他是講到最多人頭 他那時候是講了三十幾個百分比 你說是不是世界末日 我覺得 即是不用等到 因為投他那些人 都不是想這些 投他那些人喜歡他 所謂的形象 不是吧 有些人會覺得他形象好 有些公務員也很喜歡他 因為他是舊短詞 不知道他公生 我覺得有些人 有些人 生活方式就會喜歡用人 舊中產 可能是 又叫中產 形象好 捍衛自己的髮型 沒有啦 現在沒有捍衛自己的髮型 那時候 去完美國回來 已經完全跟著美帝的髮型師 真的很難理解 你們兩個怎樣看 今次選舉正經 有人說可以分析一下五區和超區 我自己就會投青年申請 一定會投青年申請 我也有聽過 我也有聽過你的 我不會改 我不會改 但是 你投青年申請的原因是什麼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政治 好像剛才蕭先生說 如果真的一個成熟的議會 其實要實行一些政治理念 而不是透過要 前期的博弈 醞釀 拉攏 談判 什麼都好 其實是一個利益的分配 一個平衡的過程 不同的利益團體 一些派對 要大家協商 其實很重要的是 秉持自己的理念之外 還是要懂得 拉攏不同 可以拉攏的人 要識土價還價 達成一個目標 其實 這群年輕人 就是有這樣的抱負 他們有執政理念 有執政的意志 他們不是打算 選外議員進來監察政府 完 不是這樣 他們 應該可以說 他們是講港獨 要講港獨 其實就是執政 拿個政權回來 我不會咬你 我怕會碰到 因為要執政 要獨立 要獨立 說你獨立 然後 他們又會 可以結交的朋友 他們都會 不論時間結交 我這種人 我這種人 他們都會 精緻不拉關係 真的會拉關係 正常 這個我是很欣賞他們這樣做 再說遠一點 就是 例如網絡23條的時候 青年新政 放了很多時間去游說 泛民議員 不如你 聽聽我們的解釋 這個議案例 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不會說 門戶之境 這些泛民沒有用 就是這樣罵罵罵 你明白 這麼大一個人 那些議員都是人 就是這樣說 他出賣香港 什麼什麼什麼 你預設了他 入場你傻 然後他就不會再理你 所以 除非我 很舒服 這件事 不得了 但是他們就是用很多的耐性去解釋 這個也同意 結果 結果就是 解釋了 其實這個是英記一功 我其實很欣賞他們 動員立的 做得到 對 而他們只是做 不是只是說 你知道很多名嘴 很直接說 有些網民 一說 大聲 沒有意思的 你罵走的人是沒有意思的 不如他說制憲 是沒有意思的 不如制到先 不是 真的 選不到五區 他還沒有回答 選不到五區是否辭職 選到五區就辭職 五區齊辭職 選不到五區就怎樣 而且我叫人衝我講一下 對 就是這樣 這是後話 別人就不講 我怎麼知道你正剛是不是講一下 如果你叫人衝也是講一下 別人就不多講 我欣賞的他們是這件事 其實有心從政又肯從政 做到事 無所謂 當然現在多了一個原因 梁天琦 梁天琦和黃台仰 有官司在身 而且梁天琦沒有機會選 找了梁仲恆替身 梁仲恆承諾了 梁仲恆自己選到 會養梁天琦 請她做助理 等於緬甸選舉 正如是梁仲恆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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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是梁仲恆承諾 就是梁仲恆承諾 一看手段這下 我都覺得是高明的 梁仲恆承諾 所以就多了一個原因去支持他們 因為人們經常把這個原則 和勒承諾 兩件事是混亂了 或者是你為了堅持你的原則 你犧牲你的勒承諾 勒承諾是怎樣 槓桿嗎 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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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 如果你要堅持你的原則 我不會妥協 我不會什麼 因為我會被罵 因為我的選民不支持我 其實你收了很多機會 現在你說我不是要你變色龍 我不是要你好像黃維基 他在辯論上 別人問他 他都是九不打八 這樣 他只會說ABC 不是 不是 anyone but 之外 他正哥很清楚一個 他詩怨而已 講到尾 沒有歌歷 詩怨也沒有 你清楚他的性格 是甚麼 我也很清楚 很棒 我唯一一次巴葉 說不是 黃維基 那時候你巴結我的 你跟我說 你一定支持我23條立法 你看到黃維基 如果有幾條司機 馬上剷下來 然後他立即假裝 老生成老 假裝我不認識你 我未見過你 葉太太 甚麼沒有 你走過來 每個觀念都會巴結 很慘 有問題 反而我這個很正常 你認了他 你根本沒有 你是支持23條 現在都是支持23條 不是 他現在說看公投 很厲害的 變職論 說看公投 如果 現在的人不支持他 他就不支持 過半數支持他 他就支持 我選你巴欄嗎 對不對 我現在是民意代表 選你的女兒比較好 對 我的女兒也可以 她也是這樣 你給罐頭他就走過去 沒錯 現在代議政制 甚麼事 其實不知道甚麼叫議會 好奇怪 好奇怪 我們在說甚麼 就是在說現在出來 新的那群年輕人 他們有沒有政治動員能力 這很重要 政治行動能力 這很重要 如果真的說動員力 或者說 是否真的做到 誰知道 你做過自己 還沒選進去 但我起碼見過 他們做這些事 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能力 就做到這些事出來 這個我是欣賞的 將來如果進了議會 有更多的資源 有更多的話語權 我覺得可以做到更多的 那些怨念重不重 哪類怨念 即是說那個人 我一定不跟他 不妥他那些 就是玩思願那些 就不見得很重 玩光環那些 我想這輪會多了 他這樣被人罵他 會記得誰罵他 一來 我覺得現在罵他的人 將來不跟他合作 是應份的 但是除了那些之外 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去 即是罵他那些 看看是否值得 當然上司的過程 不是要犧牲自己的理念 因為如果罵他那些人 是沒有政治利用價值的 我覺得不需要理他 不知道可以利用他們什麼 那些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瘋 那些人 發瘋不是一個政治利用價值 對 即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瘋 那他的貓是會咬我 可以摸 起碼可以摸他 所以政治其實都有很多實際的事情要想 不就是光環那麼簡單 成熟或者理性的社會 全都是這樣 我從小歐洲讀書都見過這些 他們玩的議會政治 出神入化到不得了 我見過最極端的 哪個個個案 是玩的議會的程序 玩的如何出神入化化 原來是在學生大會那些人投票的時候 去到最後就關鍵了 就像是呂王說的 那些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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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在一個制度上的自殺式炸彈 作為贊成動議的人 我有權要求現在冷靜 是這樣的 對 他自己投票 贊成票 因為他是贊成票不是反對票 所以他有權 撐住票 等 冷靜一下 冷靜的時間就過了 大家投不成票 反對成功 明白嗎 很難過 人家是被議會制度 誓成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人家怎麼叫做理性 我明白嗎 看到他做了很難過 原來是為了這件事去按那個按鈕 他不是改造贊成 他可以按到那個按鈕 這樣玩快就可以 所以香港港珠的水平 只不過是在於你的生弊 真是你後面政治動員的討價還價 整個議會 整個政治程序 政治過程 去到你表決那一刻 最後的程序 那一刻才會曝光 香港的政治制度 經常都被公能組別 建制派等 我想他們後面是做了你 後面有很多事情 你看到表面上的公能組別 只是很廢 但其實後面 很久以前已經說了 就是兩條路線 專業抗共和民主抗共 那兩條大路線 我想建制派就是做了你 專業抗共那一刻 但後來變成專業投共 另一件事 但反過來 民主抗共 變成民主回歸 我不覺得有任何 我不覺得有任何本質上的分別 以出賣來計算 這裏差開一點 所以民主派就會 那班人主要都是靠三斑 三斑都可以做 但反過來 公能組別裏面的討價還價 比你所謂普選那班人罪 因為它直接是利益分配 沒錯 因為以前古老的說法 就是香港的管治程序 你記得馬會 匯豐 然後港督 還要順序 還要是 你不是馬會那班 大媽 and in debt order 所以不是馬會那班 都關在房間 計算好 你怎麼會出來說 都扔了 印啊 是非呢 功能組別 它這麼環環的利益相扣 它更加不讓你在香港亂 但是你現在 這一群人是現實派的 你看到現實你覺得很恐怖 譬如石禮謙一定是為地產商打工的 是對的 但是英國的制度 就是每一環都扣 你牽一發動全身 那就大家都互相制衡 但問題是 這就是阿當史密夫所說的無形之手 在政治上的運用 上帝之手 但現在有一隻是中共之手 但是 你那邊有一堆實際利益 互相牽引的功能組別 你亦都有一堆受理念 而不同的道德光環天忍 爆發一個超級無敵巨無霸 大件事出來 很快 所謂領回 現在領展上市那件事 對不起 我再提一提 有一個邪惡的人 是很支持的 大家猜猜是誰 那些我告訴你 是三筆來的 相對於來說 我講的是內幕消息 好 哪一班人是反對政府 哪個反對政府 賣掉股票的 政府是一票不留的 這一下子 是誰贊成誰反對 所有那群地產大媽 你講功能組別 那些邪惡地產霸權 是認為政府應該保留管理權 因為他們做慣生意 他們是審目的 所以就是說 這些才是超級無敵 爆大禍 你明白嗎 反過來 政府就不想理 不是啊 當然是有人遊說了政府 一票都不要 然後在議會裡面 是一班白癡泛民 政府一票都不應該保留 為甚麼 民主黨是贊成領會賣的 是呀 為甚麼 我覺得是自由市場 他認為政府是邪惡的 政府不應該管這些民生事 要給市場的 Oh my God Fuck my heart 所以說 大家現在 媽獲金的 但如果你回帶看看 那些地產大媽 是說政府要保留管理權 人有腦 所以就變成 無論怎樣說 那個所謂的 功能組 如何邪惡 如何不公平 就算 但起碼就是當年 為甚麼英國佬 會設計到一部署 所以兩條路線出來 就是這樣 你起碼要有些人有腦 所以你所謂的土價還價也好 錢銀瓜葛也好 你認為怎樣 骯髒也好 就起碼沒有腦 而出來的東西 是活動的 活動是甚麼呢 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 一個實際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一個自由社會 一個自由經濟社會 是要這樣活動的 所以你只是一面倒 還是地產霸權 還是官商勾結 大佬 用一下腦 麻煩你 但很可惜現在功能組別的利益 是二收買的 亦都是相對於二收買的 不是完全說不定數 有些人臨到尾 這個所謂 怪異都來反對 一條人拉倒你 他很審慕 那些泛民還在說 要他過一樣 有沒有一樣 忽然之間泛民站在說 梁振英那邊 嘩 這些傢伙 誰跳船跳得快 你說 用一下腦 所以有時候 泛民現在比新世代 吐氣 這不怪特人 幾十年來都要研究 你真的要學一下 幾十年來都要研究 幾十年來都要研究 所以我覺得青年那些傢伙 還有一件事 可能未做得夠貼身 什麼家科 即使是你認為 他們很邪惡的官商勾結 不表示你不應該踩下去 上次也講過 即是基辛格 天才外交家 如果撒旦在地球上有一個國家的話 你是應該要在那裡設立一個大使館 如果不是 你沒有了溝通協貼的機會的話 他就更加惡 就這麼簡單 這是很實際的事情 所以剛才說 要叫他們跟你學 不要說跟我學 其實他們自己不懂 不過外於他們的經驗 和他們的見識範圍 他未必能碰到這個程度 所以任何從政的人 第一千萬不能有道德潔癖 有道德潔癖是不可以從政的 即使自己沒有 他選民有 他外於選民有 他外於選民有壓力 你覺得那些是自己談的道德 他真正的那個人 都沒有這些道德 你不能夠要求那個演員 他就是他的角色 你不能夠要求要做司機 說得很正義 濫鬆問題就是 你的政治功能的劃分 是沒有政黨的 為什麼 你不笑話就好 他很認真地說 所以就是人家的功能劃分的問題 我發現外國政黨有隊形 有人專站前台扮正義 有人專門在後面做勾勾搭 如果不是這樣 你不成了隊形 明白嗎 你有前有後 有女有外 即是你踢球都有前鋒 還有中場和後衛 大哥啊 警察都是特種部隊 警察都是臥底 所以你不一定要選每一個 都要拉布拉塌 你也可以選不同類型的人 有些也是英國佬 留得下來 你不要說陰謀有好 當然他是靠分而自知 他是明白了兩條路線 頂著北邊的對家 但兩條路線之餘 他都不能反自己的桌子 所以發覺英國佬都從來是分而自知 他是一個所謂社會一盤散生 他做出來的階級 劃分 混合不成 你不怪他 作為殖民統治者 當然是越散越好 你真的不要怪他 他技術很成熟 你釋穿不到是你自己蠢 問題是反過來 當你坐在執政的位置 你又會怎樣做呢 這個很考慮你的政治智慧 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那些老泛民 拼命說什麼原則 阿光玩那些東西 麻煩你死開吧 那些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沒有實在過很多 這是好現象 但都還未夠進取什麼家科 即使是所謂建制派 就算是北面疆界也好 引用基辛格局的說話 為何你不做外交工作呢 民主黨也有做 校生西環 請人入夢 所以這次你真的懂做還是不懂做 或者是否肯做 要策劃 所以我說為事未晚 所以有很多人怕 今次一次過砍包 下次可能沒有三分二的控制 沒有了一半制衡心 政治過程是這樣的 你想怎樣 他那些傷人試一下 我不敢說一定會死定 但反過來 他如果沒有所謂力練 的話他不會成長 但的確是背後那些 討價還價那些東西 真的要學習 但我覺得有些東西 有得討價還價 有些東西是沒有 當然 因為我講的是 為什麼梁天琦 你那一套當然講得非常精闢 勞火純精 其實這是強弱篩選 為什麼梁天琦不能入閘 因為他太厲害了 他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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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在這個基本大法圖 你見到他懂得怎樣玩 而香港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不管他是左中右 南白什麼都好 他是沒有了那個 勞火的能力 譬如他不會談判 他會有政治潔癖 他不肯弄髒的身 他不肯和別人談 因為他覺得別人不會明白 他不肯弄髒的 一來就先拒絕了 走多一步都不肯 但是梁天琦之所以恐怖 我覺得在中共眼中 就是他真的能屈能針 他亦都不怕 兼顧最恐怖的就是 你抹黑不了他 你想想連雙王想抱他進來 加持他 幫你灌頂 我封你為下一屆的法王寧童 他都可以脫身遊走 而不見了 簡單來說 你沒有人駕馭他 那就很恐怖了 更恐怖的是 黃慧姬大陸不設廠 我不給你牌子 更恐怖 因為這個人 他只是答應他自己 我初時跟很多人一樣 覺得他是傷亡的人 但是現在都覺得不是 我由當時 不是的 他是傷亡的人 我不會幫他的 我也是 我當時覺得 我也看錯了 難道我是傷亡的人 不是的 我肯幫他 他不是傷亡的人 但是現在是明朗 現在很明白 但是當時曾經在一刻 抱著他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我們現在看回後 就知道為什麼 就是傷亡看到他的光環很大 就想把他扯進來 讓光環萬丈 射在自己 現在知道光環就是光環 黑洞就是黑洞 兩樣東西 但是梁天琦 他除了是強弱之外 他也是 真是一語重的 一針見血 直接去到問題 癥結所在 就是 這個就是我所謂 無法談判的部分 所有問題 的根本 就是中共 沒有他 為什麼你沒有真普選 其實你現在正光環 要落實真普選 All due respect 我相信你真心交 但是我覺得很醜 因為在中共的政權之下 你是不會有真普選 雖然我的門都黏住 我要真普選 但是這個是一個良好願景 良好願景 不代表 你是可以放在政綱上 成為一個 吸票的 一個slogan 好聽是好聽 跟我每天都愈快鏡 我自己很瘦一樣 但是如果每天都是 你明白 光炒喉河 真的瘦 真的瘦 拍個炒麵 還有喝奶昔 我是不會瘦的 現在的實現就是 你除了奶昔 乾燒鵝 還有揚州炒飯 還有肉絲炒麵之外 你沒有其他東西吃 你選擇絕食 你選擇食 你不會因為你看著鏡子 說一百次 我很瘦 就瘦了 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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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兩天一看就知道 問題就是 你一天有中共在 我都沒有辦法 實現真普選 我也不會有自由 不會有民主 而你那幫泛民 沒有人敢走出來說 或者落實 真的說我要和你抹臉 我就要港獨 因為我不能夠期望 你突然之間有日子爆 一萬一屋 包包婚家說的是對 2018年之後 全世界是怎樣 是不是 我唯有就是和你離婚 是不是 你喜歡滾 你就去滾 你野性病也不關我的事 如果我和你離婚 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人說 這麼多年都 泛民那幫傢伙 從來都說 中國要憲政民主 你說河水不犯井水 都犯了河水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怪中共還拖 回頭看 所以 左膠 泛民那種 一直都是追求的 為什麼永遠都撕不掉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就是這個原因 他始終認為中國是一體 他的價值觀是這樣 那你有什麼辦法去談 他們的目光不是以香港人的福祉為先 對 他是以大中華為先 不能說他錯債 但是真的跟香港人無關 是啊 起碼對於現在的新代香港人來說 而且很難聽 如果你真的想建設民主中國 其實是好的 不如你回去建設吧 哈哈 你不是開玩笑 而是真心 大家都在說這些 大家都在說這些 所以他博論爭取 胡香正 你真的想回去的 不要緊 你有回鄉正 不如我們送他一程 你每個星期去東莞 我都不理你 你先搞定香港的單程證審批權 是不是 如果我有 司馬文的政綱 我又再幫他拉票 我幻想自己是他的競選主任 如果你拿回單程證審批權 我理你嗎 你不明白 你不要在大陸設廠 你每個星期回去東莞 你不在上面 還有一堆的小三小四村姑 我還想說兒童 你促進了那邊經濟 我都不理 總之我真的做到河水不犯井水 但現在是天天都在犯 現在我天天香港這個孫子 這麼大的地方 被150個單程證衝進來 而之前大陸新聞都爆了 還不是上海北京 是不知哪個奇怪 窮鄉碧樣 那個官就是負責簽 單程證來香港那個 兩億多 他每個收到三四十萬 發到豬頭羅 為什麼 你說這樣為什麼 香港到底哪個需要哪個 你現在是不是還要爭辯 就是這樣 這次選舉是一個分水嶺 所以變成 就算練著真正的說法 才算 其實他都不擔心 你會不會所謂萬劫不復 也都不擔心 你是不是拿不到所謂關鍵小數 即是制衡議會 其實他都看得比較豁達一點 就是已經說香港早晚要變 是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 覺得激少少的年輕人 就直接說 先試去攬炒 那是什麼樣子 攬炒完 可能有生機 我覺得這不是攬炒來的 我覺得這不是攬炒來的 如果我之前那些 我之前那些 入到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席 很有趣 所以變成說 最糟糕的情況 其實就是攬炒 但好像你所說 如果最後一個 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 不是攬炒來的 不是攬炒來的 很過癮的 我覺得給這班人去做 是會好過現在那班人做 肯定會有改變 肯定會有改變 現在所謂 現在頻頻在這裏 那些人說 你是不是氣寶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你是不是關鍵少數呢 我覺得心態上很古怪 是不是氣寶 氣寶 氣寶不是投了 為什麼要你永遠是在野 為什麼要你永遠是在野 永遠是小數 之類 所以變成這個心態 我覺得好過死不了 永遠當成自己在野 OK 但反過來 年輕人想要執政 是啊 北南也要執政 當年也有公民黨 說過想執政 對 我覺得就是他出賣我之前 我也不會猜他會出賣我 哈哈 因為在猜中 那些人已經賣了我們 如果這樣秤的話 當然是未出賣我那個 會比他們更好 OK 風險低一點 是啊 沒錯 那些人有往績 那你又支持誰呢 我支持誰 我一向都不說 哈哈哈哈 你支持葉劉 原來我們說完之後 你是不說的 搞錯 我拿開衣服 撐大肚皮 然後你告訴我 你不能看的 但蕭公子你是說到的 很慘的 很慘的 你清初有底細 紅毛藍白鴿 也有嘛 是八國旗 底褲七彩 要命 有投稿給我的 蕭公子 耶 有投稿沒有告費 有的 等著收 那問題就是 我的立場很難猜 正監的 正監這次 已經收到封了 可以成功爭取 哈哈哈哈 那時候不夠人 拉Banner 張先生突然說 我要轉軚了 喔 OK 又忘記拉Banner 我們 抱上你說 你算是甚麼人 我怎麼表態都會死 哈哈 我怎麼表態都死 但你會投票 我又不說 我搞錯 我當然會投票 很可憐 那些客人 然後很多人找你 經常性 我都不在香港 關不見事 哈哈 哈哈 出差啊 我接受不到我的夥伴 真的嗎 真的嗎 我隨時有急招呼 要出去外科 9月4日 哇 好像要去西方 哎呀 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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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們放過他 不要再逼他 誰都抱怨 就是羅冠聰 總之需要發生的事情 會發生 還有羅冠聰 貓仔 我們爭拗了 很開心 有人說 姓容 即是哪個網台 是婦人媒體 是婦人媒體 比較少人認識的 沒辦法 當然不是啦 很近的 他這樣問我 真的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這麼多網台 你賺到錢 又想怎樣 做甚麼 他真的在爭 在玩 是比較少人認識的 你比較少人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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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少人認識的 你們兩個先吹著 我要去洗手間 都不是啦 說一下網絡生態 都好啊 都好啊 近來有很多人收了咪 有很多人害怕 又不敢出聲 那你就繼續在爆 我都被人氣了 好啊 近來你覺得那個生態 真的差了 你那邊 我不覺得有事 我覺得要看 網絡真是怎樣 影響到政圈 有時候互動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 政壇的長輩 例如黃毓民先生 他都說 不要在網絡上打飛機 例如這些 那你有看過很多飛機文 那你有看過很多飛機文 我覺得黃毓先生有些道理 不要在網絡上打飛機 這類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探討的是 網絡和現實之間的扣連 網絡現實之間的扣連 例如在 如果當不是選舉的時候 他有扣連但不是百分百重疊 當然啦 現在講選舉 即是講選舉的時候 辭民也多選舉 正常 例如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網絡 不如解釋一下網絡是怎樣運作 其實我們現在講社交媒體 是以社交為核心的媒體 人能人 而且人能人之中 就會形成一個群落 即是我們說人要群分 而真是厲害的社交媒體 就可以打通這些人群 即是說有些人很喜歡踢球的 一堆人 很喜歡打擊一堆人 很喜歡看時裝一堆人 如果最理想的就是 可能有些 不同的都可以做到 例如有哪些我認識的朋友 是特別強的 例如阿健吳的網絡有很多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什麼都會說 例如他為何運動有關的事 但他又不是純粹講運動 例如他可能講運動 奧運之中有一些帥仔 因為他是機器人 會看帥仔 貼很多帥仔照片 那些人就會看帥仔 同時間又會是運動 但他同時是日本通往 一講日本一個大的課題 包括飲飲食食 娛樂 甚至是歷史文化 這些東西 他這些人就可以打通不同的階段 這就是真正的網絡大會 真大會 我這些是假大會 也不是你那些團隊 不是你自己來的台 那些真大會 這些真大會就可以打通這些階段 但是在選舉的時候 這些階段其實是很強的 就是內聚力 這個時候 人們就沒有那麼容易去 說一些所謂敵方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即是矛盾就會顯露出來 是的 即是詭節性 當年階段的階段就會很攻擊性 很排他 正常的 好像很大風 正常的互樂文化 即是在裡面看就會很大風 但一出去看 就什麼都看不到 茶杯類的風波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那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那個選舉 例如出一些 即是我自己貼一些帖文 其實是給我的朋友看的 因為不是打算給大眾看的 那這時候選舉的時候 其實穩定士氣的作用是高於傳訊 對 在客戶裡面 令到激勵自己的朋友 這個作用是比較重要的 即是回復到社交媒體 即是社交媒體的作用 這是選舉的時候 即是季節性 但如果是平時的 就因為 放下了 他的戒心也沒有那麼大 是的 那就可以講講其他事情 即是來講講 真的可以論證 真的有討論 真的可以探討 什麼好一點 什麼不好 即是那個時候是會好一點 即是說說社會的風氣 不是選戰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 但你平時的所謂low season 如果你有溝通的話 其實都是形聚了某些意識出來 去到你真真正定 去到你要表達選舉期間的時候 是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先前做一個鋪排 是的 是的 所以 即是 適用網絡 應該就是平時做一些溝通的事情 不要臨到選舉 才是 即是起義 所以未選的時候 我就會 即是有些事情會做 那選的時候 有另一些事情 是做或是不做 不要做那麼多 是的 那你整個媒體的時候 你本身是否有政治理念 當然有 我剛才講講 其實我的信念就是 我剛才已經講了 為何要欣賞清言真正 因為他願意溝通 我其實就是想做到這件事 媒體也是溝通的 是的 就是不同的人 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就透過我那裡去交流 有一個平台 發放平台 當然到最後就是 理想還理想 但就很難的 例如 你不會百分百做到 因為既有的 可能自己本身有媒體 他們這個媒體 他就會當我是敵人 是會用傳媒競爭以外的手段 去對付我 當然不會多說 我們很想聽 又說私怨又說 很想聽 上次跟阿楊那集 我知道 你說多一點 我會變成八婆 我會變成八婆 又說 對付我 例如入國政黨投訴我的 當年社民燃的時候 算了 那些不要說 對 很尷尬 又說得舊屎 又像八婆 不說又說 又拖了幾十秒 不要說 就是 在說誰 八婆 不是 Custard 我也是想 對 正常的政治活動 都有這種 但實踐的過程中 我有另一番的體會 不是這麼簡單的 有些新的發言 只是說理念 我後來就真的 只是說理念溝通是不行的 其實我現在 正說理念溝通是不行的 現在我再有一個就是要說 真的要利益的分配 我現在會開始 但媒體網上 如何可以做到利益的分配 所以就沒有關係 所以就沒有關係 稿費 說嘛 稿費 稿費 說吧 或者令到你相信 有一天會有 這個就跟我沒有關係 稿費 肯定沒有關係 我會有 我希望可以把這些 正話範圍 有些人教你 用總說 可以怎樣影響 但是利益分配 這件事不容易做 其實是的 我覺得 不是再能夠用媒體的身份去做 這件事就是 即是會有一個進化版 當然不是媒體上可以做 例如約多一些 選到議員的人去聊天 不行 希望可以幫到這件事 所以媒體就要看傳統媒體才算 不過我覺得 他有很多外圍的組織 例如蕭公子這麽得高望重的作者 如果真的可以介紹給他認識 那就可以透過媒體做到這件事 不用介紹 我從來沒有掩激論 快認識他快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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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人數有多少 refresh都沒有用 我們先檢查一下有沒有事 好像有 很漂亮的圖 可能他的網絡不好 OK 大家如果聽到聽不到也好 都留言給我們 好不好 告訴我們你看到 OK 沒問題 說回丁靜而扯救 就是一個成熟的媒體 西方社會也是 他所謂見人的部分 都是丁山上的頂頂 媒體的作用 就像你所說 串連了很多東西 所以媒體衍生 外圍組織 好死多 粉絲團 歌迷會 集遊會 其實他會有很多衍生出來 外圍組織 在那裡等於大樹下的根 他跌得好死遠 所以你看到外國 你看到媒體 他只會是兵山的一角 你看到那部分 就叫媒體 媒體下面有很多東西 當然我現在只是一人媒體 也有 還不是媒體王 也不是 好像是股東也好 很把握 全民中的紅色資本 對呀 紅色標誌 對呀 廢得慘了 我很好奇 蕭公子 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我意思是 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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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一段 兩蕭雙爭 其實我們這位蕭公子 其實是沒有 集中的 即是他沒有說 我想 駕駛這件事 去獲得 即是他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即是你只是被人罵 當然不是 傻了 我有還拖 但他被人插了很多 他才還拖 傻了 我還拖很毒辣 大家沒有留意 你還了一些我們不知道 是公開放給大家看的 秦朝金庸史 你有本事贏我 笨 即是要開台 跟他頂 不用的 我寫一篇文章就可以了 好嗎 所以變成這些事情 不會不還拖 還拖你不知道嗎 好 但是 我就是 我就是性格使然 令到我 每個人都討厭我 和我有牙齒人 有些人特別有牙齒人 不是每個人 我三大人也有牙齒人 哪三大人 要我講 自己Google Kinder出奇蛋 一次我滿了三個圓 三大人除了黃老先生 我不是直接牙齒人 但他的靈童全部 基本上都是世仇 那些人還會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他 你是不是不適合他 我心想 不要這樣 抱死他 不要說他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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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性格使然 我承認 我都說 我好像唐浩 即是很喜歡我 扯著吃 沒有他哭 因為很討厭 擺不住口 離遠見到掉頭走 我的性格是這樣的 我沒有辦法讓你模仿到我沒有靈覺 很友善 很溫柔 肉侶 不出聲 這是鬼妹 記住 不會 而且我發覺 我最討厭的一個因素 任何人都是 就是 他想有一個擁抱 他想去 很控制 他告訴我我怎樣做 即是想騎著貓 貓不會被騎的 想支配我 貓是主人 沒錯 我就是這樣 即是我自己想做的事 你只是哄他 你只是哄他 但你為何會被騎這麼多火頭 其實我講一段時間 我想煲你 原來是說的 你搞媒體 我沒有 其實全部火頭不是我主動搞出來的 商網你又有火頭 左膠你又有 例如商網 黃毓民那些 我那時是經常問連 然後我講我的話 就是我其實 我以為 我以為 有一個會員的制度 有會員大會的制度 我當然是說一件事 就是 社民連 不是屬於黃毓民一個 是呀 是一個組織來的 是呀 是一個組織來的 有會員大會制度 那我就會生氣我了 即是你說共產黨不是毛澤東的 是呀 是呀 我死定了 是習近平的 那我就死定了 那就是那時候開始了 那我全部都是被動的 但是 你明白嗎 那我講一些我認為是對的 你覺得生氣 那你就生氣 我沒有辦法 例如我當然是支持一些候選人 是 需要找我支持的 例如你說我支持梁天琦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他在補選的時候 找我提名他 哈哈哈哈 你的提名人就不簡單 對呀 這麼簡單 因為他找我 對呀 不要說我 但是他跟著罵我 噢 又說我分裂什麼 本土派 那你怎麼辦 那他找我提名 我當然會撐到他盡 難道給我提名的人輸嗎 你可不可以WhatsApp 他叫他上來決戰 什麼時候 真的有正經 但他這麼忙 我沒有所謂 反正他又不是參選 我問他 你問一下他 你問一下他 沒有忙 其實我不是跟他說 你現在推我 你現在推我 我不敢答應你 因為我不是他的經理人 他找你提名 你是提名人物的 他的助理找我提名 其實是 OK 你要找他 我想他上來 我盡力幫你碰一下他 好啊 但他也不知道要上媒體 他也會受訪 他也會受訪 受訪 而且他自己有一個Channel I 他會自己說 這個詞他多一點 這個詞他多一點 看他如何配合 很少可以踩人家的場 什麼有 之前主場新聞 主場嘛 主場有一個是有他 哪有好處 如果我們會聯絡 甚至聯絡也可以 如果我們會聯絡 網上談談 方向的話 可以幫你找 數完事 網台最好 這件事 都可以 我們想找一些人 有話可說 即是有話可說 不是,我正在煲你講,為何你這麼惹火頭 其實我是被動的,例如左膠 例如左膠我搞了婦人之後的影響力令她的左翼運動不太順利 她就不喜歡我,因為我那時候會貼一些文章 覺得左翼運動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還貼一些法西斯文出來 舉個例子是這樣的,很久之前在說2013年的時候 我也得罪很多左膠 他們就不喜歡我 他們不喜歡你 可能他們會覺得,你這麼高這麼大 你可否可以說事件,令我們明白 事件就是... 還有人名字 我們要事件人物,過程,性格,背景 整集都說了,我被人投訴 寫文年,好像已經說了 你多給點資料才行 那時候就是碼頭公運 香港獨立媒體網上登了一張照片 就是一群年輕男女在拍照 一字排開,打斜 港姐 對,港姐 然後站在第一位 你現在是串和 不是,你是港姐 站在第一位的上圍非常豐滿 你立即想像到 第一位的上圍豐滿,打斜排出去 畫面六份一是對波 那個叫香港大陸媒體網上登的照片 好了,接著我們就有一個作者 叫逆西停下 美術指導很厲害 對,很厲害 很厲害的 接著就是,我們有一個作者 就取笑他 取笑他? 對,即是貼一張照片 轉載一張照片,取笑他 接著自己合併一張照片 就是那些在旺角賣Xbox那些女生 就很少衣服 他就加了一個 caption 然後來挑 consent 女性身體的社運用途 就取笑香港的小臺媒體網 以美國上基於吸引人實在行社運 他們就覺得 接著相對就留言 在於阿美神飛彈的交易 points 我的愛美神飛彈 阿美神飛彈 你的現在能當imasimasimasma 記得哦 他們 была入獄黨去投訴 那時候還在敗世面隊 面對個地獄 其實就是中文化女性 是啦!就是高利的啦!不法女性啦!不法女性啦!不法女性啦! 即是你有對波人說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去到最後,就是我知道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即是他們以為我沒了工作,婦人便會搞不成 蛤? 他們會低估 他們低估了我為了生存鬥爭的能力 即是蟑螂這樣 不是這件事,是他們的設計本身就不去依賴你那份工作 因為我以前真的,如果兼職自己做 我真的有廣告費就全部派了 所以我那時候派稿費是爽手一點的 即不是藉口來的 我沒什麼寫稿啊!很划算啊! 稿費!稿費! 沒有稿費啊! 我給了小船啊!他沒有給你啊! 人生! 不知道啊!有空找你們兩個吃飯 OK! 我問他 即是這樣 即是那個時候就會 這樣 我就跟左膠的職願就在那裡 但是我那時候登文的原則很簡單 言之成理我就會 我到今天也是 言之成理我就登文 即是除非現在選舉 他不喜歡就不登文了 哈哈哈哈 你真是一男子啊! 是一男子一數 很敬一男子 還有不要以為半夜三間投稿 他一定會看 他會睡覺的 我會打機 哈哈哈哈 十點打機 先打完機 是的 先打機先 即是 即是 即是左膠的職願就來了 那當然是你搞我的工作 當然是世仇 但其實有 尤其是 即是不是整個左翼的社運圈 我都很討厭 但是 你不和那幾個 是否和我們也有少許職願 那幾個 更少說 那哪個我知道 Google都看到 哈哈哈哈 是 很可憐 人家一來得福 變了自由人 其實那時候也有收廣告 那時候也有收廣告 其實過程是艱苦的 因為我半年之內 要令到彈夜養起自己 我聞到泡味 我怎麼都會死 你進來投訴我 黨開幾位 我又不去 我不死定 我半年之內 令自己賺到錢 就讓自己 對 那就可以了 現在回頭 當然要多謝他們 但是那半年 其實很辛苦 辛苦歸辛苦 但其實早知道 比遲些更好 也對 我起碼就是 那時候 三十 一歲 不知道 越學生越好 吸收教訓 我就知道 香港政壇 是非常 即是口說 人意度得177 的人 其實都可以 我們知道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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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了很久 似乎你這麼謙真的 阿姨 這個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我把他撿過去 那一下就很震驅 很震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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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准 那就是左交的職員 但我的大還擊就是 當他們搞香港電視集會的時候 我就貼文 那我就貼文 人家寫 說你左交 收捐款 那我就貼文 有人投稿 就貼文 坦白說 貼文的過程就是 我看到賢資成人 我就出 但我什麼時候出 講什麼做題目 找什麼背圖 標題怎麼玩 拍什麼照 我推了幾次 是我股長之中 那就弄死了他們 他們就生氣到我現在 那他該死的 我有反擊 對 最重要的是 活得比你好 對 我現在活得比你好 我們主要是 左交職員 我們是嗎 也不是的 上下左中有的 我們很虧死多的 我就雙王家 三大忍人家 左交 最劍秋為你 對 二九是毓民 毓民是不知道 但我對他沒有什麼 毓民都不知道 好的 其實我跟他沒有什麼 直接的牙齒印 沒有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他們找牙齒印 覺得你有利用價值 他爭論你會出名 對 想清楚 適當的受害人 是很重要的 沒有所謂的 但他的假設就是 你一定會是受害人 你不是受害人 你是羔羊 當你不是受害人的時候 他很無忍 人生 我所有都是被動 所以你說我什麼 多辣果頭 其實我是被動 我被人辣 我也是 但我們是還拖 有些人是不還 我那份人 我的還拖 我是會等 例如我被左交欺負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去的 我不會回應 我不解釋 我是部署 我怎樣離開 我不會去社民連的紀委接受聆訊 任他就拖 拖多走 我那時候是這樣做的 很聰明 我會忍 我會覺得自己這件事很聰明 忍到一個適當的時候 我就會大反擊 你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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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會反擊的 最重要的是 你又不是為了生病 你又不是為了生病 也是 會為生病 有需要的時候就是 對呀 像潮文 部隊窩好吃 不是 好不好吃 那些是很多人看的 好呀 厲害 我就這樣走過來 所以你說我辣人 其實不是我辣人 我被人辣 我是會反擊 而且這些事情很貴節性 我要說不講講完 變怨婦了 都不會 這些是很貴節性的 這些選舉之前要做 例如我剛才說的 那時候選完 那時候認了三年 所以現在為什麼 左翼社會運動那群的陣營 選情這麼辛苦 其實是很積下來的 他們自己拿來的 當然 整個社會大藝衡是有關的 有關的 不是直接是我 但是如果我一蹲人 你說忍著一口氣 看時勢做人 這個就能看到 所以說 你搞得他好鬼死不爽 這個肯定是 但是他們自己拿來的 有一句 我經常說笑 如果我站在寫文年裏面 今天拿不值的就是寫文年 對吧 真的要搞自信 對 對 很好 最重要是有詞 但你自己為什麼不參選 我不是那種人 例如我面對 你打一聽中間 他不會玩臭蠻 你就死了 不是 我也會臭蠻 但是我對著歌 例如我幾十咪 我不行 我沒有梁天琦那種冷靜 說得很清楚 不容崗位 從政這一下 所以你也站在前台 我的信仰沒有這麼堅實 應該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比較 我寫了一個個案 在書日宣傳 阿OP當選 其實作為一個毒瘾 其實網絡上的幫助很大 其實有一本書專門講了 阿OP的網上戰略是怎樣部署的 很精彩的 是嗎 是啊 很精彩的 所以我過去台灣已經掃了那些東西 回來看過了小鷹鷹派的書 怎麼說 變成 你知道我研究這個 是無疆界的 以色列的作戰技術都會研究 問題是你看到阿OP 作為一個毒瘾 怎樣可以做到市長呢 其實有一件事要開放出來 就是說它背後的網絡 是開放了 給一些網上的精英 自動參與 所以其實整個 那次的選舉 阿OP的選舉 為什麼是這麼清脆利落 媒體是一面倒 那些網上專家貢獻由大 甚至不只是網上設計 例如捐錢 問卷 怎樣凝聚那些人 就算是那個 音樂 那個創作 都是反過來 從下而上海選的 它沒有音點說 我阿OP要什麼音樂 反過來就是 你們認為台北要什麼音樂 然後開放了一個網上 大家去競選那些音樂 全部是網絡製作 全部是網絡製作 公開投票的 那它一件事其實很出色 是它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的時候 去找換軍 沒錯 他開放了這件事 你幫我搞 我不會說明 甚至就是他很認清自己 我本身就不知哪些人懂 是啊 反正都是這樣 就不如給我 你自己玩 他肯放手給年輕人玩 這個很重要 所以變成那次的選情影響大 因為年輕人已經是marginal 男與綠 都不知道怎樣分 上下的世代變化很大 兒子不跟父親 而應對這個男人 好不死不滿 如何令他變成 那個match point 如何令他傾向一面倒向 就是網絡的影響 所以那次 阿OP做得很出色 還有你天時地利人和 你想想想 那時候按鈎到連戰 可以推個兒子出來選 那個圓圓圓的 阿波波 傻傻的 連成文 和毛澤東的兒子 孫雅暉 大哥 你國民黨 就是死在自己人手上 沒有仇報 對不起 你自動三刀也沒有用 你自民 以死者 真是 因為太差勁了 連你 綠營現在也很嚴重 你看到蔡英雲 又是 他的支持 兩者已經差不多 膠著 很難突破 他是一堆不幸 但他一堆不幸 也加上人為因素 所以就是 很複雜 但是香港現在的選舉 是我們更加關心的 我們現在香港的選舉 就想他有份選的人 可以選 現在那些沒有什麼戰鬥力的 強弱西選 我強調梁仲恆是梁天琦替身 跟梁仲恆等著投梁天琦 他都說明了 有得選的 有得選 這件事其實是奪者 你知道奪者的意思 對 上身 影武者也有什麼都好 但緬甸也是這樣玩 真的 這班人也覺得是緬甸的軍政府 投入整個陣營就對了 沒有錢收 沒有選舉經費 又是提醒大家一件事 他們經常說是否棄保 等等 高急 大家看看以前的統計數字 泛民每次死的死 又是老泛民死的死 那些票是不正常地爆了某些倉 聽聞 有一次是李柱銘扮高急 然後就多了幾萬票 是啊 實際數字我忘記了 然後就死了幾個 是不是死了何秀蘭還是誰 好像是 所以泛民其實都是死同一件事 我不知為何他們從來不吸取這個教訓 所以北京沒有說錯 泛民也有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同政黨 根本就不是他們口中所說的團結 包括都不團結 這些都知道 所謂的泛民類補 他們自己割了山頭 尤其是私縣尤其嫌棄 所以就 誰也不畏誰抬招 所以為什麼今次選舉 一個分水嶺長 其實你不可能再用以前那一套去玩 你再說什麼家夥 是不是棄保含雷投票 沒有意思 自己喜歡誰投誰 不如做好一些理性分析做功課 你真的認為誰投得過 你就投他 但是香港人就是懶 真的 你問我 我覺得一句說完就是懶 不肯做功課 自己不肯花時間 我不是叫你研究全港九新界 所有候選人的政綱 你在哪裏你就看看那幾個人 好像我港島區 我只是看十五個而已 我看一下YouTube 一晚都看完 你們那些人的辯論 要什麼一晚 我臨睡 阿姐臨 辯論省睡不好看 飛一下飛一下已經飛完了 看他以前做過什麼家夥 辯論我都沒有看 還有每個人的名字打到Google 看看他做過什麼 寧願這件好過 再看看他的政綱 其實只有三個步驟 YouTube 我看辯論 因為我想看他的口才 第二 看過去的足跡 就是Google 第三 就是他的政綱 十五個人 做三件事 四十五個項目 你當 四十五個項目 我當是很忙 你真的忙不得過我 你相信我 但是一個禮拜都做得完 七七都四十九 你四十五 一個禮拜都給你 還有一些候選人覺得自己根本不會選 工聯會你會Google不抽筆 是啊 我沒有必要的 其實有些可以 他代表一下 可以搜尋 有些人不用看 一見到工聯會就不用搜尋 港島區十五號的那個人 就不用看 誰 第一 這些都沒有剪掉 其他那些 你想知道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不多人 你自己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又問 我笑了一件事 我有一個朋友 我問他 我問他 登入選民 這是幾個月前的事 他說沒有 我也不知道是誰 但是他一家 他影響到有十個人 即是他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的老公 他自己的兒子 那些兒子 那些小朋友聽他說 聽的 十個 十張票 有兒子跟媽媽投票嗎 有 不要緊 這個世界有很多群腳 這個世界 然後 很大人害怕 他就問他後面是誰 我說大哥 你現在在香港快要死 不要說了一大堆 然後 如是已經過了幾個月 上個月左右 他就在我家上網 買機票 然後 他見到接下來 就說要加那個 機場營水 開第三炮 第三炮 然後見到 為什麼要關事 因為他買將來的機票 不是買這兩個月 所以他見到有些筆數 即是多了七百多元 或者六百多元 然後他就說 怎麼會交這麼多錢 我說 阿姐 你不能當他做選民 就這樣 他完全無法聯繫 那我就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投誰 你做了一點功課 就已經可以 當然公平一點說 其實投了那些人進去 劇都 弄不走那個議案 人生 第三炮 我也犯了幾年 人生 我最後一次參與社運 就是反三炮 我以後都不玩 我沒有特別的玩 近來玩證監 只是比證監玩 不不不不 但無論如何 如果你有說的東西 你自己都沒有說的時候 你都選擇不去說 那你就自己硬吃 我們這一代 那個想法就是 去到這一步 如果議會真的這麼無效 我們的想法就是 朋友那些 就讓他進去 鬥人工 做抗爭 我一向都說這件事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記不記得當時我寫的篇文 就說這件事 你說寧願開的總機房 你那時候寫的 24小時冷氣堂 打機 正 廢清最好的選區議會 我們現在很直至了當 投樑綜行 養人才 製造一份工給他 為什麼 如果在三區 四區選到 養了整個本文錢 就是這樣 大大力宣傳 而且我覺得你媒體 如果你弄一些懶人包 這些是別人做的 你不喜歡做這些 可能已經在做 太多人在做 因為是很需要的 香港人是很需要的 但我還是依然說 那句很基礎的事 第一次我提出這個問題 才弄到區議會這麼嚴重 你也記得我踢爆 就是應該要去選區議會 大家真的很聽你說 其實青年新政的班 就是這樣出來的 嚇死我了 又踢爆 好像高登那個 勸人羽生出來 我們明白的 明天他會收到電話 又是你了 又是你 OK 沒事 可能跟你的女士 我這麼好笑 那他們高登那些區議會 那些慈雲三 動力公狗 寫到明 蕭公子 不是蕭公子 蕭公子說得對 我看到 你說什麼給WiFi 還有拍車拍邊 這些如是等等 很實際的事 因為沒有人會看 區議會 覺得區議會是做地點工作 可以 還有人工有欄 那些人們不自在 當然不是 要什麼欄 還可以的 真的不差 可以養兩三個人 二萬多元 還有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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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租金 辦公室開支 實報實施 電腦也有人一報 很開心 不用等電腦節 政府不了供應署 反正我們有份交稅 你不拿就傻了 所以9月4日投票了 我們這一代的想法就是這樣 找薪資 其實合理的 但是傳說中 雲海爆發了嚴重 他就說 四年前 其實已經知道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引到四年 現在才來講 不過他有講好過不講 就說其實在選之前那天 那些票商已經去到他手上 不是雲海手上 去到選舉主任 對 一箱箱的票 就在深圳灣 一箱箱的票 如果是這樣 其實真的選來也很廢 但我相信的是 真是想改變香港人 你看到的東西更加要投 我當他灌十萬票 但如果 你的票也有投給你屬意的人 那也有個結果 一來是有影響的 是有影響的 另一件事 我們也有十萬八千七次 你自己當區的議員 你從來都不看選民明察 那些幽靈選民是怎麼來的 那些人是一戶十一勝的 但你自己不看選民明察 你自己不看選民明察的什麼 你自己不看選民明察的什麼 你自己不看選民的什麼 這是很貼地的工作 你為什麼不做呢 但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分身不下 所以你還有很多組織動員 後面要跟進 亦是分工的問題 有些人的確是不懂得站前台 有些的確是不懂得站後台 但有些站前台的 你有沒有想過 後台找多人幫忙呢 所以這件事 其實那個力量很重要 但我會覺得 那個心態優先過你的力量 你沒有這個心態去改變的話 我給予更多機會 你都不會去歷練自己的 沒錯 是對的 其實如果政治生態在香港 不是那麼變態 那麼畸形 我相信很多有識之士 有能力的人都會進去選 但現在實在是 真的只有一些 心想作著用字 才會進去 所以那些就值得我們支持 他們是得到多助的 很多人幫他們 這次就看到了 算了結果 很快到 我精實上支持你 但我決定是投資馬雲 廣州區沒有的 放心 所以我就可以投資馬雲 鄭錦滿你不喜歡他 嘩 我對他沒有什麼 他的馬不喜歡我 我對他本人沒有什麼 游思宴 是這樣的 我說支持鄭錦滿 那些人說我分離間 是這樣的 那些人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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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反話 又這樣又不行 支持他又不行 不支持又不行 那我真的覺得這樣 會不會有什麼 那些人說我會有什麼 你說不支持港獨又不行 你說你支持港獨又不行 就一樣 那些人是這樣的 同一班人的心態 很簡單 最後奉勸一句 在你最後還沒走到票站 扔下票之前 做功課 還有少許時間 還有幾天時間 做功課 夠你看看 看清楚 還有不要只看政綱 你真的看過去做過什麼 你很嚴重 哇 真的多了很多 是啊 你也在 有些惹火 有人讚你那些牙子很白 你很惹火 但有很多人罵我 就是貼個神區議線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除了貼數字之外 什麼都有 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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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大家聽多些 清言真正 不算錢的 不算到經費 司法文 網台一人一隻咪 大家可以保持這件事 沒有選擇經費 有空上來 有你在這裡一定上 謝謝你 我也是這樣寫的 是呀 無女王 有人問熊總 有人問熊總 鏡頭左邊的是熊總 但中間和旁邊的是誰 不好意思 我擺歪了 我們知名到底 對不起 那倒是 不好意思 我們介紹一下 蕭兆韜 可能是我的朋友這樣問 可能是 真的不好意思 當然不是 我的粉絲 可能是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喜歡看你 蕭兆韜是我們婦人見筆 聽不清楚 是香江新見筆 不是我們兩個朋友說他 是蕭Sir說的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哇 還有他的分析很厲害 富人媒體 獨家有他的文 我打算破你的獨家 我打算破你的獨家 我打算放你的文 你跟我欠生意 當然 當然 我又開過網站 我打算破你的獨家 他沒有網媒 不用擔心 我沒有寫 接上Facebook 我只是拿著鑊鑽 閒時化暗風 我們的節目叫決戰中環 投給青年新政 投到區投給司馬民 看富人媒體 還有東九龍社會關注組 還有東九龍社會關注組 看FORUM 拜拜